因為在一年前 去年的時候 工程師曾經公佈薪資 當時您在個人的臉上有說過 還沒有公會的時候 發表薪資是一件不適合的事情 那現在公會成立了 我想請問一下您對於 球隊這個球員薪資的公佈這件事情 您的立場跟看法有沒有改變 謝謝 對 我知道各位媒體會有問題 我也針對這一題 那我想 當然球員是希望能夠在 有保障的機制下 去對外公佈薪資的部份 那確實去年並沒有這樣的情況下 那當然我覺得現在有公會了 那當然我們會很努力的 去朝這方面去前進 那當然因為我們也要顧及到 每個球員的合約內容 確實每個球員的合約內容不一樣 對 那可能他跟球團有協議 可能保密協議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 不是我們公會可以去公佈 或者去干涉的部分 對 那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包括工程師還是以現在有公會的立場來說 那我覺得大家都是為了台灣的環境更好 然後去做發聲 那只是當時可能大家的角色立場不同 所以看所有的事情的角度也不同 對 當時工程師公佈薪資之後 你在網路上說你是逆風發言 那那個時候其實受到了很多球迷的指教 甚至批評跟嘲諷 那這十個月以來 你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來面對這些言論 那在成立之後 有沒有一些話想要說這樣子 你知道你叫平哥嗎 啊 我有 對 聽我的朋友或者一些 對 那我覺得去年的事件 那確實 確實也讓我成長不少 對 然後再加上 當然因為去年還沒有成立公會 然後可能看事情的角度啊 講話的方式啊 可能是 就是跟現在都會有一定的落差 對 然後當然就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沒有想那麼多 也沒有去注意 可能外界給我的評論 或者是外界給我的什麼封號 那當然我們就是很專注的在籌備公會這件事 然後一直不斷的去跟職棒工會去做很多的連結 然後很多的討論啊 等等 對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